大家好,我们家楼下邻居买了一台五菱轰光迷你纯的弄新能源 因为这台车卖的还是非常火爆的 年初一二月份的时候卖进了前三 可以说销量非常火爆 因为它便宜嘛,三万多块钱 可以说这台车的驾驶感受非常不错的 一会儿呢我们拿钥匙给它开一圈 到底你看看到底啥感受 这台车售价是三万多块钱 四万块钱 如果不差几千块钱呢 两三千块钱 不差那几千块钱 上这个有120公里的 还有170公里的 公里更长的嘛 我觉得差五十公里 几千块钱合适 咱上个里程长的 毕竟开起来嘛 咱该走远道 是不是 而且有这个磷酸铁锂电磁版本 还有这个三元锂电磁版本 这个就是要你区别于很人性化 有这个寒冷地区 还有南风地区 当然寒冷的地区啊 里程再长也没有用 就是说你 比你在好的地方的时候 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说寒冷地区尽量还是买混动版本啊 但是 红光迷你没有混动啊 没有混动 那么他这个车的慢充啊 需要六个小时到九个小时啊 便写呢 最大功率是二十 最大扭矩是八十五 单定局后驱动 并且它是一个三门啊 四座 就是 左右架四两个门 后备箱一个门 后排这个座椅呢 几乎就是个摆设 偶尔呢 坐个人还可以 我长时间坐会很不舒服 太小了 是不是 并且这个车定位是个 定位个V型这个电动车 是不是 并且他这个车别太小啊 但是武当俱全 啊 增加速率的气囊啊 啊 还有这个 倒车力达啊 倒车影像啊 经济模式啊 还有运动模式啊 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那么前后都是独立寻挂 也是非常好的 并且这台车呢 最过车速能跑一百公里 这个车啊 我是不敢开哦 那么快 但是已经证明了 人家这个 人家车这个性格嘛 是不是 电池质保是八年 十二万公里 还说是可以的 这台车 它的驾驶感受 跟你说 跑起来 如我们有去开啊 但是现在我们先说一下 这台车驾驶感受 就是买菜带孩啊 不会是多么好 但是开起来也是非常灵巧的 非常平顺啊 应该是开起来非常 对于一个女生来开 女性来开的话 应该是驾驶非常轻松的啊 应该是很灵活的 驾驶感受 应该是非常棒 最起码是这个电嘛 烧电的嘛 是不是 新能源嘛 总比一个烧燃油的体验 更好一些 至于底盘 扎实感 寻挂的这点就不要想了 是吧 经营这块就不要想 它就是个带步啊 其实十万多块钱 真的是挺不错的啊 还是个五零大厂出的 有保障啊 应该是没问题 这台车非常不错 三万多块钱嘛 是不是 你买个电路油 还多少钱呢 是不是 就得这么想 呃 那么有没有买过 这两款车小伙伴 或者也 也这个开过 这两款车小伙伴 呃 请在评论留言啊 说说你们的驾驶感受 一会儿呢 咱们拿个钥匙 开一拳啊 看看他的真正的 驾驶感受 什么样 是不是 拜拜